太平青鸟书店三楼新设的空间开箱咯 正式推出结合BookSand Beer概念的创新服务 民众白天可以享受阅读时光 入夜后可以在三楼空间欣赏海景 品尝在地的啤酒 大造书香与啤酒香的特色场域 除了吧台服务 更首度策划基隆咖啡文化艺术展 我们目前邀请了两档都是基隆的在地艺术家 那目前这一档正在展的 它是以基隆的咖啡文化为主 结合艺术策展展现基隆的咖啡文化 太平青鸟书店连续两年获得文化观光局的支持 太平青鸟呢其实是已经连续两年 获得文化观光局这边做书店辅导的这个计划 那他们其实这两年也陆续去扩展它的服务面向 那上一年其实我们原本是做事半 就是24小时的书店 那他们在今年也是吸取上一年的执行经验 那把它调整成我们在周末只要见红 就延长到晚上两点 那其实民众的回想也很好 那青鸟这边也说 他们其实吸引到一些原本 其实不一定会踏进书店的人进来书店 那今年除了固定延长到晚上两点之外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夜读的计划 那目前已经办了两场 那第一场其实是用一个疗愈当主题 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送播体验 那第二场呢 它是用亲子的一个万圣节的主题去举办 所以两场其实吸引到的客群也不一样 那我们也看到这间店非常有活力 那今天这个三楼的这个开箱记者会呢 其实也是正式的宣告他们三楼的服务启用 那这个Books and Beer这个概念 其实也刚好搭配了夜间延长开放的这件事情 那希望民众来这边下午来看看书 那晚上可以来三楼的空间看看风景 然后喝在地的啤酒 然后也可以享受书香跟啤酒香 三楼空间的启用 完美结合Books and Beer概念 让民众可以体验书香与啤酒香的独特氛围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